我们今天要游的台湾这个地方非常特别 他有一位年轻的可爱的乡长 他是全台湾最年轻的乡长 是陈怡凡小姐 这个近年才可以讲你的年龄吗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今年满三十岁 你就任的时候才几岁 当代乡长的时候 二十六岁 那你后来因为就职的时候 就暂时休学了 又在念研究所 现在咧 现在还是有在 可见这个工作对你来讲成就感更高 比较校园学习 还有深度跟启发 谢谢 你好棒 你这个地方这个水林乡 这个云林县这个地方是生产乌克利利的地方 是 乌克利利在我们那个中校东路四段 216巷的对面 那个不小时吉祥 我老是记不住 有一个乌克利利的专卖店 乌克利利的生产这个音乐的 这个工具 是这个乐器 是有多久的时间了 这个老师傅 陈国明 陈老师 他大概从年轻 大概二十几岁到高雄去学这个技术 回来到现在为止 他是你们的这个水林乡人 是 他以前是做乐器的吗 不是 那我们这个现在所听到的就是 乌克利利 乌克利利之所以 这么的受到大家的瞩目 大家一开始 他以为是俄罗斯的另外一种乐器 对不对 他是 那是因为 我没有讲错吧 是大人歌的关系 应该是大人歌 这个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吧 反正因为现在很多这种电影的名字 什么密贼 明天记得爱上我 我可能不会爱你 最后爱上你等等 那这个陈柏林的这个 让乌克利利有名 乌克利利现在就在全台湾 只有这个水林乡的 这位老师傅在做吗 对 好像今天我们调查起来 顶多一两家 都在 我们真的找不到其他 那目前应该是就陈老师 陈老师他多大年纪啊 他以前是做 从小就学这个 哇 快六十岁了 哇 其实我们以前钢琴也是我们做的 这个很多的日本都 请台湾代工钢琴 但是最近我听说所有的 大概在台湾做的钢琴 都已经到大陆跟印尼去生产了 那这个乌克利利 他因为这个走红之后啊 有没有让这个 我们这位老师傅工作更为繁忙 而且生意更好啊 其实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就是现在乐器 大部分都到大陆去做 对 这也是陈老师一直在讲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一个成本 让他很没办法去 去负担过来 就太贵 人工太贵 没有错 还有其他的 他都是手工的哦 那他现在是自己做 还是有他的土地在帮他吗 因为这个 因为做乐器 是一件蛮精密的事情 所以土地也不好栽培 所以他现在就有他自己 然后跟他的太太 然后几个好朋友 这样一起而已 那你们相公所跟你这位 年轻的女性的乡长 可以 你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帮助 然后在乌克力里很红了之后 至少他在中校东路四段 我们台北市的那个 这么繁华 又房住很贵的地方 有一家专卖店 那可见的好像 还是蛮有愿景的嘛 对不对 是 因为陈老师他 他其实有生病 但是他还蛮坚持 他的这个对音乐的坚持 那我们水灵乡工作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在乡内有推 全面推乌克力的教学 那目前整个乡里面 已经有十组以上的国小小朋友 他们有组成乐团 好可爱 然后在 在那个去年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个第一届全国的乌克力大赛 想不到回想很大 就大概有三千多名 就是全台湾的乌克力爱好者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哦 其实乌克力力还不算是非常贵的乐器嘛 对不对 虽然也不是很便宜 但是一般还是可以负担 那这个 由于乌克力力的走红 你们这个还有一些 跟乌克力力有关的一些活动的安排吗 有没有观光客 现在指明想要到乌克力力的生产的地方去参观呢 是 现在就是倒是询问的人很多 那我们乌克力的部分的话 因为现在都很向往客制化 所以陈老师他就有就做那个彩绘 而且他坚持用环保器 就是搭摸了不会去伤到身体的环保器 哦 是啊 对 然后我们有请跟老委会有合作开资讯班 哦 对 那是这个部分 那另外因为我们水灵乡旁边就是北港草天工嘛 哇 所以我们就未来想要连结就是北港草天工的这样的一个 静香的一个人潮 然后能够结合这个宗教小镇 然后过来一直到口湖的乌鱼址云家南滨海风景区 然后做一个串联这样子 转型我们的这些传产的产业 哦 对 所以这个乌克莉莉现在你们也帮忙把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来推动嘛 因为路过的很多的观光客想来参观 那就让大家来看 那乌克莉莉呢是一个 其实小孩子因为他还蛮小 他有小小大小的不同的尺寸 哦 好几个赛事 所以小朋友也都可以开始弹 五岁就可以了 他像吉他 但是其实又不是吉他的那种这个乐器 是他比较好弹吗 嗯 而且他只有四线 OK 而他原来是葡萄牙的这个乐器嘛 那怎么会让我们的这位陈国明师傅 他把这个技巧给学来了 这个我曾经去跟他了解 他的以前乡下地方的孩子都会想要到兜七 然后去学一点技术 那他学了两三年之后 因为家乡有父母亲在这边 那因为家庭运输所以就回来自己的家乡 他出去学的 哦 对 那乌克莉莉的这个材料都是来自于台湾吗 对 陈老师他就是很坚持 一定要用台湾制造的品质 哦 那真的是好令人这个 觉得很高兴荣幸又骄傲 乌克莉莉长得很好看你知道吧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乐器 但是邀请主持人就是跟大家讲说 好好支持我们的传展 到水灵香来的时候呢 对 来参观这个乌克莉莉 当然你也可以上网看看电话 怎么去购买 让你的小朋友来学学乌克莉莉 那我们的乌克莉莉 其实台湾的那个萨克斯风 也是我们的生产的乐器的第一个 第一个有名的地方啊 对不对 对 哎呦 我们生产巴比娃娃也是第一名啊 哈哈哈哈 这个台湾有非常多的第一名 那这个第一名在云林的这个水灵香 我们现在访问的香长 陈一帆小姐 她26岁开始做代理香长 到现在啊 就这个暂时修学她的法学的 你大概做完之后 还可以完成你的法学 这个法律硕士班的学位吗 是成大的 我现在还有就是有在播控 哦 有上课 对 去进修 真是不错 你看我们女生 不过你也30岁了 你结婚没啊 结婚了 哦 恭喜 你是属于那种30岁已经结婚的那个亲手女 今天凭尔报说 那30到39岁 好多的亲手女还没结婚 我刚才说大家要下定目标 立定志向 要结婚 找到那个对象的时候就 呃 这个 发誓要嫁给她就会嫁给她 那恭喜你啊 你有小孩吗 有 哦 那你怎么兼顾你的家庭跟工作呀 哇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想必你先生很支持你的工作 对啊 要感谢她 哦 是啊 这个陈香掌 这个家庭美满 有小孩有这个婚姻 然后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三明水秀的云林县的 这个水林县 我们刚才说 它是制造这个生产乌克莉莉这个乐器 由于这个 呃 我可能不会爱上你这个偶像剧啊 这个大林歌 它的使用 就是陈柏林饰演的这个大人歌啊 对不起 陈柏林饰演的这个角色的 这个在呃 这个呃 剧中的演出啊 而大红特红呢 如果你喜欢乌克莉莉的话 呃 就不要电话购买嘛 呃 坐车或者开车到云林 顺便可以玩 因为水林厢还有一个特色 是呃 这个汉吉 汉吉对 嗯 汉吉这个呃 在呃 水林厢 它的呃 最大的这个呃 优势是什么 是它的地理位置好吗 天气的情况好 所以还是因为你们比较会呃这个呃 这个呃 实验比较好的品种 所以呃 水林香的汉吉比较好吃 是 而水林香的品种是台农57号 那这品种的话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嗯 那水林香该怎么说呢 要感谢老天爷 嗯 因为我们这个呃 我们的汉吉盛产最好吃的那个地方啊 嗯 以前常常淹水 嗯 啊 那淹水的话因为地层下去的关系 是 那现在后来自水改善之后就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嗯 那因为长期淹水 所以那个土啊 嗯 比较较渐啊 嗯 嗯 就知道这个我们这些 一些长辈在讲说比较 比较比较闲一点 带碾性是吗 带碾性 对 带碾性 那么这个碾性再搭配我们的北港西藏 黄温椒有加水 所以就种出来的汉吉就真的 真的是蛮不错的 哦 哦 所以它比较适合种汉吉 我们在台北多半吃的 我看我们的烤地瓜啊 他都会说它是金山的地瓜 这是台北人比较常吃的 其实也是台农57号嘛 也有66号 那你们的这个水林香的都是台农57号 对 多数都是台农57号 哦 哎 但是你在任内 你这个对这个推广这个 水林香的这个汉吉 是做了很多努力 我们等一下介绍给大家听好吗 好 因为在台湾哦 水林香的汉吉哦 还有生产履历表哦 换句话讲 它有这个成长的一个记录给大家 那这个以后我们吃地瓜的时候 可以问问是不是水林香的汉吉 是陈一帆这位年轻的乡长 特别这个做品质保证提供给大家的 今天我们的368由台湾到云林县的水林香 乌克利利的盛产的基地 同时也有好吃的汉吉 在我们线上的是乡长陈一帆小姐 这个一帆请你不要挂上电话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你哦 马上回来 您所收敌的是coco早餐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扣 礼拜五这个单元368由台湾 HeadFM联播网哦 我们的节目呢 频率北部FM107.7 中部FM91.5 南部FM90.1 伊兰地区FM97.1 等一下8点10分以后 我们要谈一谈新新闻这一期的报道 民进党的这个黑影床床的人头党员的问题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扣 今天的368由台湾 我们要到云林县的水灵香 乌克里里的生产基地 在这里大家可以前去参观 当然购买推广乌克里里的乐器 是最好的 那水灵香的相长陈一帆小姐呢 她上任之后呢 不只是这个积极的配合 这个乌克里里的走红啊 帮忙把乌克里里发展成为一个 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在地生产的乐器 同时呢 她也让这个水灵香的汉基 要变成全台湾最有名的汉基的原香的 一个这个代名词 那事实上我们所常吃的金山啊 竹山地瓜也都是品种来自于 台湾57号的水灵香 那这个水灵香的汉基是有履历表的耶 陈乡长你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当时会想要把你们的这个汉基 这个把它的生产履历介绍给大家 是谢谢主持人 那个因为那个云林县的话 因为苏县长他以农业首都来做一个 一个目标这样子 那那时候 而且水灵香我们是几乎就是一个农业的一个乡镇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哇 水灵香的这个汉基是占全国产量五分之一 哇这么多啊 对啊但是就像主持人讲的 他的名气就是没有金山地瓜这么强量 那那时候就觉得很不服气 然后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举办一个藩属文化节 那我就觉得嗯 一定要趁上一个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名气可以推展出去 所以在近这一几年两三年我们就朝一个安心的 无毒番薯的目标在努力 甚至在今年我们已经有跟慈心有合作 是由慈心认证的李仁商店可以买到我们水灵香的 有机番薯是对然后我们也要求就是说希望农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这样一个无毒番薯的目标去努力 尤其呢刚好在昨天苏县长有来水灵香这边 我们用一个生物防治法 就是要呼吁农友不要再使用农药 然后要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到一个健康 而且没有荣耀在我们的我们番薯上面的一个一个农产品 刚好有这样一个宣誓性的一个活动 对那现场的话现场也有有有说要协助我们在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场地认证做的更精致一点 或者是其他很多在我们推销或行销上面 他都会给我们挹注一些支援这样 对这个当然陈乡长你因为当时你做这个代理乡长的时候 还有蛮多政治性的争议在 这几年来因为当时云林县你讲的苏县长指派您做乡长代替你的父亲 这个因为有有有有案在身 给你压力也很大 这是这几年来你努力的这个卫乡土服务 恐怕也是有很大的这种挑战在前面 这部分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但是我们因为包括我的祖命也都很年轻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为这个 因为毕竟以前都在外面读书 那当你再回来发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很爱他 你以前是在台南嘛 对 大学的时候呢 大学的时候是在大业大学 对对 所以你觉得回到乡土反而给你创造了另外一个这个生命的机会 对 而且我竟然发现很多七年级生 竟然很多都回到自己的故乡 对 我访问368游台湾才发现我们的乡镇地方好多的都是气管系毕业的 或者是这个国贸啊 像类似像你这样年轻的3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回到自己乡土 反而才找到了自己的根 对不对 所以你回来之后把这个水灵的番薯啊 这个让它这个 它是原始的原乡嘛 所以不管是竹山地瓜或金山地瓜 大家想到水灵 那另外在水灵乡其实还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你们的这个农业生态上的这个生态保育上面有个黄金边蝙蝠啊 对 是真的蝙蝠啊 会飞的那种 是真的 它是什么黄金色啊 对 很漂亮的黄金色哦 哇 跟一般的那个灰黑色是不一样的 那那就不吓人了嘛 灰黑色你看它倒挂在那里 看电影都很恐怖 但是但是这个黄金蝙蝠哦 它不到挂在缝隙或者洞穴 它是倒挂在人家的屋宅的屋梁上面 哦 因为人家大家都很喜欢它吧 跟个黄金一样带材来 为什么你们那边很多黄金蝙蝠呢 呃 因为这个黄金蝙蝠按照我们的 去去寻找 这个资料的话 因为它都在云家南这边出出墨比较多 哦 是啊 所以你们现在在做生态保育吗 保 专门保护这个黄金蝙蝠 哦 在这边要特别借由这个节目感谢那个 台湾永续联盟 也就是我们城镇国小的张恒佳老师 是 他一直以来在都在做这个 我们黄金蝙蝠的保育的一个工作 嗯 那也感谢他在那个2009年的时候 他善用这个城镇国小就是呃这个我们张老师现在认职的国小 的一个卫生室哦 哦 哦 他已经四十几年了 嗯 然后就把它改造成一个黄金蝙蝠馆 哇 嗯 而且在去年有获得教育部认证的 是 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 哦 嗯 环境蝙蝠是原生种的动物吗 在水灵香 呃 屋檐那边有上千只 哦 你们的水灵香的骨宅呀 对 哇 这个骨宅现在有保存下来吗 有有有 哦 所以黄金蝙蝠跟黄金色的番薯 再加上这个呃 发透亮的棕色的这个乌克利利 哇 这是水灵香这个小地方 你们大概人口有多少啊 我们目前的话大概两万八千人左右 哇 那现在这个观光客有增加很多吗 嗯 嗯 这几 这这一年哦 哦 就询问度还蛮高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们的农产品有做成伴手礼吗 这个嗯 来参观的 因为云林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农业 呃 这个县 对不对 很丰富 哦 然后那水果那个苏县长也不是到处去推销吗 有水果吃 呃 其实也临近那个花朵很多的彰化吧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到水灵香来 我们那个除了买乌克利利 吃番薯 看黄金蝙蝠之外 黄金蝙蝠怎么能带走吗 那用什么伴手礼可以带走的啊 呃 水灵香的话 我们推荐我们的有机番薯 哦哦 它可以整箱整箱带啊 对对 呃 方向在努力 而且有去做认证这样 就是也是需要乡公所 然后请县政府帮忙来推广吗 呃 现在有两个管道 呃 我们可以上我们的云林物产馆 啊 或者是有我们的乡网上面 其实 我们都有把我们在地的特色的 呃 不管是玩的啦 吃的啦 都有介绍 都在我们的乡公所网站 那非常谢谢了 谢谢陈乡长啊 这个继续加油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